独家评论,法国出路冠军像,姆八佩的时代已经到来。 凤凰王体育特约评论员。吴李川。 姆八佩的时代到来了。4比3,这是近几十年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最大比分吗?。 中场哨声响起的时候,梅西抬头看向天空,看了很久,仿佛天空会有一个答案。 但是,她只看到了虚空。一时之间,既没有队友也没有对手上来和她拥抱。 以这样一种跌宕起伏慷慨激昂的情节输掉本届世界杯的虔诚,梅西不甘心,但是这已经是这一只皮太满满的阿根廷队最好的表现了。 在世界杯的第四次失忆后,她只能目送年轻的二炮手法国队踏着他们的影子跑远。 和落寞的梅西相比,法国队本场王炸姆巴佩表情异常冷静,她走向草坪,和对手握手。 打进两季漂亮的进球,制造一粒点球,姆巴佩有点生鲜的感觉。 全场,姆巴佩多次带球狂奔,完成追风少年的致命一击和直塞。 可怕的是,她一点也不张扬。 不管你是不是法国队的球迷,你都会明白一个事实,姆巴佩的时代已经正式到来。 而如果把视线再扩放一下的话,你还能看到格里斯曼和伯格巴,坎特他们。 这是一支像极了20年前法国黄金一代的队伍,从他们身上,人们得到了几乎相同的嗅觉。 唯一不同的是,当年的冠军队员得上所捏合的这支新军力,缺少其达内二是。 他们的中场润滑度和大局观还没有达到前辈们的高度。 可这同样是这一届多支强队所需要升级的地带。 某种意义上,阿根廷人犯的是德国队一样的毛病,战术僵化。 不同的是,阿根廷人是受法国人调度所制。这是一场典型的法式打法拖垮对手的剧情。 法国人并没有依仗强大的实力在控球帅和高位逼抢上碾压对手,他们完全可以这样做。 比赛的多数时间,他们甚至把前沿地带大片交出去。 但是他们犀利的反击总是能打穿阿根廷两条边路的软肋。 他们看透了阿根廷人泥湖的后方。 大开大核的进球大战过瘾,然而,这也是法国人要的结果,反复拉锯,即一翠炼法国新秀们的心脏。 法国人一直在等待阿根廷人的三条线脱轨。 即使是在被阿根廷人2-1反超的时候,他们也没有改变这种眼镜蛇一样的战术。 要是明白阿根廷人打进的前两个进球是神仙球的话,就能讲得通这样的判断,整个法阿大战,梅西和他的老伙伴们并没有太多绝对机会。 要是阿根廷人愿意死守的话,他们或许还有一丝生机,但显然,法国人孜孜不倦地挑逗甚至示弱,让对手误读了形式。 丹麦人就不这样做,所以丹麦人保住了老命。当然,你也可以认为那是摸气球的结果。 阿根廷的打法,阿根廷的命门,已经被法国人摸透。 平均年龄过大,并不是最致命的问题,最致命的问题是,当梅西被法国人限制的死死的时候,他是无缘的。 法国人给了梅西一定的空间,这大概是梅西在本届世界杯受侵犯最少的一次,但是法国人打的是整体的超限战。 小马哥所完成的八次强断,已经是拼了老命。 在这一批老伙伴中,替补上场在补食阶段打入一球的阿归罗也无愧于梅西。 但这样的亮点太少。 法国人不仅遏制了阿根廷人的无风战术,更似乎掌控了阿根廷人的肾上腺素。 最后一分半钟,阿根廷人卷入与法国队员的冲突,翠胜声葬送了阿归罗那京士一跃。 那一刻,梅西甚至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 送阿根廷队回家的法国队,已经被视为出路冠军像。 少不看水虎,可这只小鲜肉法国队分明是看多了三国。